今天要来介绍这几年来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力量 它就是祈祷 透过这本书我们分享十个重要的祈祷 它的作者是Antoni Destafano 神啊请让我看见你的存在 神啊请让我看见你的存在 神啊请让我为人所用 神啊请让我为人所用 神啊请让我见证你的慷慨 神啊请让我见证你的慷慨 神啊请带我穿越苦难 神啊请带我穿越苦难 神啊请你宽恕我 神啊请你宽恕我 神啊请赐予我真正的宁静 神啊请赐予我真正的宁静 神啊请赐予我勇气 神啊请赐予我勇气 神啊请赐予我智慧 神啊请赐予我智慧 神啊请带我远离绝境 神啊请带我远离绝境 神啊请引领我走向我的未来 神啊请引领我走向我的未来 接下来是这十个祈祷的解说 如果你已经听过了 就可以再次打住了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神啊请让我看见你的存在 其实是在疗愈我们内在 长期以来对神的失去信心 不相信 透过这个祈祷 我们朝向神性的能量敞开 再次恢复我们的信任 第二个祈祷 神啊请让我为人所用 其实就仿佛让我们更像神一样 我们去爱 去为别人而付出 第三个祈祷 神啊请让我见证你的慷慨 这篇谈到的是丰盛 在书上有一句话 我来朗读一下 只有当你把金钱 视为神给你的祝福时 金钱对你来说 才会是一种福气 只有当你用钱慷慨时 金钱才会有益于 你的心灵与精神 下一个是神啊 请带我穿越苦难 这个祈祷让我们拟定方向 就是在苦难的时候 最终我们坚定的方向就是穿越 然后谢谢神在风雨赐虐的时候 安抚我们 并且带领我们安人无恙的通过 下一个是神啊请你宽恕我 其实人是很脆弱的 我们会犯很多很多的错 我们会犯重复的错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决心决定要走到 以爱为主的道路 那么神啊请你宽恕我 就是一个决心 决心我承认自己的脆弱 并且朝向这个方向前进 神啊请赐予我真正的宁静 宁静是很深很深的 它跟外界无关 这本质它是跟神有所连接 所以它让我们不论周多一发生什么 因为有个底层底层的相信 真正与神同在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宁静之中 神啊请赐予我勇气 有时候在抵挡苦难或邪恶 寡疑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力量叫做勇气 这勇气啊有时候 它重点是让我们在 非理性或理性的恐惧的时候 能够击败它 在上瘾的时候 在忍受痛苦的时候 在决心要依随自己的信念而前行的时候 勇气是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神啊请赐予我智慧 这本书提到 神知道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好我们刚刚说到神呢 就他知道我们未来的蓝图 他也知道我们会面临最艰辛的细节 他知道我们在经验什么 因为他深深的爱着你 所以啊 在这个智慧的祈祷中 就让我们拥有像是神一般全能全知 有时他会带我们穿越生命的很多困惑跟迷障 找到我们的方向 神啊请带我远离绝境 书上说的是你所留的每滴眼泪 你所呈现的每分脆弱 你承担的每一个屈辱 你经历的每个失败 生命所发生的每一件坏事 都可以被转化 因为从秘境中神创造出我们更高深的美好 最后神啊请引领我们 引领我走向我的未来 这里说的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身上有一份特殊而独立的使命要完成 而他就是王 所以这些挫折都有准备迎接这些挑战 即使我们拥有弱点缺陷 我们依然是宇宙中一份完美的礼物 所以欢迎你喜欢的话买书来看吧 还是城邦集团书的 我是Molly 李叔谢谢你